好,那我們現在要來介紹試題的鑑別度 那試題的鑑別度呢就是呢 它的意思就是什麼?就是可以區分高分組跟低分組表現能力的程度 這個我們就叫做鑑別度 如果鑑別度高代表什麼?代表呢 我們高分組的學生都會答對 但是低分組的學生就容易答錯 這樣的試題就是鑑別度比較高的試題 所以呢我們以試題來看的話呢是鑑別度越高越好 但是我們在挑選試題的時候有時候不是這樣 先講一個觀念在挑選試題的時候我們一開始要先挑鑑別度普通的 然後呢後面呢才開始挑鑑別度高的 特別是在試性測驗的時候 好,所以呢我們在這裡呢 鑑別度的指標我們只介紹兩個 第一個呢就是從前面我們介紹出來的 從試題的難度我們可以用什麼 高分組的通過率 減掉低分組的通過 加上低分組的通過率除以2 那我們可以用這一套系統來衍生出試題的鑑別度 那我們希望呢什麼高分組的通過率要高 低分組的通過率要低 那這個試題的鑑別度就我們就叫它是好的試題 所以呢 我們就看高分組的通過率我們希望它要越大越好 然後我們希望這一套試題的低分組的通過率要越小越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兩個相減 相減完之後呢代表什麼 如果這個是好試題的話 表示高分組的都通過囉 那低分組的都沒有通過 所以它的低 他們兩個之間的差就會越大越好 好 好所以我們可以用高分組的通過率去減掉低分組的通過率來定義我們的 試題的鑑別度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好那上次我們已經算過了 我們可以把 我們可以把什麼 把學生分成高分組 這紅色的這個框框框起來的 4分的我們把它當作是高分組 然後呢下面這裡 藍色框框框起來的 就是3分以下的 2分1分的 我們把它當作是低分組 對不對 那我們上次已經看過了高分組的通過率呢 跟低分組的通過率我們都把它算出來了 第一道試題高分組通過率是0 因為沒有人答對嘛 第二道試題 第一道試題低分組通過率是0 所以它的鑑別度是0 對不對 那我們看最後一道試題高分組的通過率是1 低分組的通過率是1 對不對 這兩個相減 這一道試題什麼 它的鑑別度也是0 因為全部都通過了嘛 但是呢 這種試題不見得不好喔 你要想想看喔 如果我出的是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那我當然希望全班都能夠通過 對不對 所以這種試題不見得是不好 好那這種試題就比較不好 因為這種試題的代表呢 這邊的沒有人會 所以呢 你這個試題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它是超出範圍 或者是太難的試題 好那這邊呢 第2個試題的高分組通過率是1 低分組通過率是0 所以相減之後 它鑑別度是1 這一體的第3體的高分組通過率是1 低分組通過率是0 它的鑑別度是1 第4體的高分組通過率是1 低分組通過率是0.663 所以它鑑別度是0.333 但是你注意喔 I2跟I3 這兩個鑑別度一樣喔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這樣合理嗎 對不對 好所以試題的鑑別度呢 我們是介於 負1到1之間 如果低分組 通過率很高 高分組通過率很低 那相減就是負的嘛對不對 那負等就想想看這試題對嗎 為什麼高分組通過率比較低呢 低分組通過率比較高呢 那這種試題一定有問題有沒有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是通常負的鑑別度的試題 我們是不要的 好如果當全班都答對這個試題太簡單沒有鑑別度 所以鑑別度是0 當全 但是呢 這種試題不見得是不好的試題喔 再強調一次 當全班都答錯的話 試題代難沒有鑑別度 故鑑別度是0 那這時候老師就要檢查一下 這個試題是不是超出範圍了 你是放錯位置 當高分組的學生都答對 且低分組學生都答錯 那高 那高分組通過率是1 低分組通過率是0 所以鑑別度是1 當鑑別度小於0的時候呢 表示能力較低的學生容易答對 能力較高的學生反而答錯了 這是相當不佳的試題 所以呢 直接把它刪掉 好那我們從剛剛的鑑別度指標發現 這兩個鑑別度都是1 這樣合理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2個試題呢 這邊的學生呢 答對的學生呢 都是有3分的 4分的 對不對 然後答錯的學生也有3分的 有2分的 但是呢第3題呢 答對的學生是3分以上的 答錯的學生是2分以下 包含2分 所以看起來好像 上面這道試題呢 有些3分會答對 有些3分會答錯 下面這道試題呢 只要呢 你的成績呢 能力達到3以上 就會答對 所以看起來好像 這一題 第3題的 鑑別度 比較高 那我們沒有辦法用這樣的概念 來計算 鑑別度呢 有 可以的 可是呢 這時候我們就必須要把總分 把它考慮進來 好 那 比較簡單的一個方法就叫做 用點2系列相關來當作我們的鑑別度 Point by Ser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好 那點2 系列相關裡面呢 他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P乘以Q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知道P乘以Q是什麼 那P乘以Q其實就是試題的分散程度 試題的分散程度 那P呢 是代表該道試題的答對率 Q是代表它的答錯率 所以Q其實算法很簡單 Q就是 E減掉P就可以了 好那他還牽涉到什麼 還牽涉到XP bar XP bar是什麼 P是代表答對的 所以他是代表什麼 在這道試題答對的學生 他的總分的平均 Q呢是代表答錯 所以代表在這道試題答錯學生的總分的平均 這兩個相減 那我們等一下會告訴你他相減的意思是什麼 好 最後呢再除上這個學生的校標分數的分散程度 那除這個分散程度只是要把我們的 分數拉到 1跟負1之間 所以比較重要的是你要了解這個跟這個的意思 好 那首先我們先看 P乘以Q的意思 好 當我們拿到一組數據不管你是分數 拿到一組數據或者全班的平均成績 我們最想做一件事情就是用一個數字來代表這個成績 那這個叫中心 那最常用的就是平均數 那第二的就是中位數 中位數比較不會受到極端值的影響 除了知道平均之外呢 我們還想要知道說我們班上成績分散的程度 如果是集中 如果是平時考的我們當然是希望越集中越好 那如果是什麼 如果是像那種會考那種大風險 高風險的考試我們希望把學生能力拉開 那我們當然希望學生要散得越開越好 所以另外一個我們希望知道學生的分佈情況 所以我們想要知道平均跟 跟變異數 或者 平均跟標準差 所以第一個呢我們想要用一個數值來代表一個試體 那最簡單就是用平均數 那平均數很簡單就是把它全部加總起來 所以像第三道試體就是 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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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加0加0 總共10個人所以除以10 所以他就10分之7就0.7 所以呢他只要有多少個答對 他的比例就是多少 答對的除以總數 那就是什麼 很簡單這就是我們的通過率P 所以他就是我們通過率 那變異數的部分呢 變異數是用來量什麼 是以平均數為標準用來量我資料的分散程度 以下面這兩個例子 這都是7個點 上面是7個點 下面這也是7個點 那我們一眼就看得出來 上面比較集中 下面比較分散 對不對 那也沒有辦法用數學字來告訴我們 上面比較集中 下面比較分散 可以啊 你仔細看 上面呢是往什麼 往中間集中 下面是散開來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中間這個先算出來 對不對 中間這個就是我們的 S8平均 接下來呢 我們想要知道他是散的開還是集中那怎麼辦 我們就看其他點到中間的距離 距離越近就是越集中 距離越遠就是越分散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算距離 所以我們可以算這個到這個距離 這是1 所以就是1-0 好這個也是1-0 這個呢 這裡是-1 所以這減的時候變成什麼 -1-0 這裡也是一樣 -1-0 那中間就沒有差 中間都在S8 所以就0-0 0-0 0-0 所以我們可以用旁邊的點 減掉中間 旁邊的點減掉平均 旁邊的 所有點減掉平均 來代表他的距離的呢 可是會出現一個問題喔 這個是1 這個是-1 這邊是1 這邊是-1 有正有負 那就抵消啦 所以呢可以用平方或絕對值 那我們在這裡用的是平方 那就變成1 平方就變成1 這裡平方也就變成1 這裡平方也就變成1 所以你看他的分散程度是什麼 這個點呢 距離中心1 這個點距離中心1 這個點呢距離中心也是1 這個點呢距離中心也是1 其他這邊有三個點距離中心是多少 0 所以加0加0加0 喔所以他散開的程度是4 那這裡呢下面呢我們來看 這個就是1的平方1喔 這裡是什麼 2的平方4喔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3的平方9 有沒有越來越大對不對 所以他距離中心比較遠就是散的比較開 這個也是一樣 負1的平方1 負2的平方4 負3的平方9 有沒有 越散越開 所以他的 散開程度是什麼 是1加4加9 總共有兩組 對不對 乘以2 再加上中心有一個0 所以加起來是多少 14 所以是28 喔所以這個值比較大 所以散的比較開 所以我們可以算什麼 算每個點到他中心點距離的平均的殼 來看我們資料的分散程度 可是這樣還不夠 你看 我們現在這裡 我們現在這邊上面有7個點 1 對不對 上面有7個點 1 2 3 4 5 6 7 下面有14個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剛剛公式會怎麼樣呢 好 來首先中心都在這裡 對不對 好那中心一樣都是0 對不對 好那中 這個呢 0-0的平方還是0 這是1-0的平方 所以1喔 這是2-0的平方 所以是4 3-0的平方 9 所以149 這跟剛剛一樣 149 所以這個分散程度加起來是什麼 1加4加9 他總共有兩組 再加上中間那個0 所以是28 對不對 好可是下面就不一樣了 下面有0 1 對不起 這是1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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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 所以他變成1加4加9 總共有幾組 有4組 再加0 這很明顯大很多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的 點數比較多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 可以我們把它除以n 就是把點數的影響取消 所以像上面這個呢 我們就把它除以7 所以7 428 所以 分散程度就是4 下面這個呢 也是把它除以7 對不對 然後7 就變成多少 一樣 7 對不起 下面這個是14 總共有14個點 所以除以14 7就消掉 所以這最後的結果 一樣是多少 4 所以他就不會受到點數的影響 所以我們 變異數的公式 其實很簡單 就是呢 每個點 減掉他的平均 然後他距離的平方 加起來之後除以總數 這就是我們的變異數 好那變異數這個公式呢 你了解了之後呢 我們這變異數公式可以用我們以前學過的 學過的一些 一些公式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展開的公式 我們就可以把它變簡單 這是 A平 A 減 V 括號的 平方 對不對 A減 V括號的平方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我們先把它展開好了 就是n 所以第一個點 減掉中心的平方 加上第二個點 減掉中心的平方 加點點點加到最後一個點減掉中心的平方 除以n 那這是 A減V括號的平方 所以可以變成 A平方 減2 AB加 B平方 這也是一樣 A平方 減2AB加 B平方 這也是一樣 A平方 減2AB加 B平方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把同樣的項 整理一下 現在紅色的項 這些都有平方的 我們把它拿到什麼 拿到前面來 所以就變成 S1的平方 加到 Xn的平方 好那中間這一項呢 中間這一項都有一個 2倍跟 S-bar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它整理在一起 都有一個2倍跟 X-bar 都有一個2倍跟 X-bar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什麼 2倍跟 S-bar 把它整理在一起 你看這邊都 X-bar 所以我們先把 負荷提出來 然後裡面全部都變成加的 然後呢 等一下我們再把 X-bar提出來 好 最後面那一項呢 最後面那一項都是平均的平方 平均的平方 平均的平方 所以我們就把它全部都寫在一起 好那前面這一項呢 沒什麼問題 就是把它直接除以N就好了 那中間這一項前面有2 後面又有 S-bar 所以我可以把2跟S-bar 提出來 然後裡面就剩下什麼 S1加S2加點點加到 S 又除以N了 這怎麼辦 這又是平均了 所以等一下又可以再化解 他又是X-bar 後面這個呢 有1個 2個 3個 4個 一直到幾個 大N個 所以他總共有大N個 S-bar加在一起 好 那這大N跟大N就可以 消掉了 所以就剩下 X-bar 這S-bar兩個 所以剪掉兩個 S-bar的平方 對不起 後面是S-bar的平方 這是兩個S-bar的平方 前面呢 是S1平方 加S2平方 加點點 加到Sm平方 剪掉兩個 S-bar平方 加上一個S-bar平方 隨身要剪掉一個S-bar平方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我們的Variance 我們的變異數可以寫成平均的 對不起 平方的平均 有沒有看到 都有平方 平方的平均 減掉 這中間是平均的 S-bar是平均 平均的平方 所以我們有個口訣 平方的平均 減掉平均的平方 看你啦 你如果覺得好背就好背起來 不好背就不要理他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帶到 試體裡面 帶到試體裡面 有個地方不一樣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 S1 這就是我們的 S2 這就是我們第3個點S3 這就是我們的S4 這是我們的S5 這是我們的S6 這是我們的S7 這是我們的S8 這是我們的S9 這是我們的S10 所以我們現在N總共有10個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把它平方 S1的平方多少 1的平方1啊 S2的平方多少 1啊 S3的平方1 S4的平方1 S5的平方1 S6的平方1 S7的平方1 S8呢 S8的平方0的平方0 S9的平方0的平方0 S10的平方0的平方0 因為他只有1跟0嘛 所以他的平方一定是11或000 跟原來一樣 所以有平方跟沒平方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我平方就可以把它拿掉了 這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是放在二元計分 那平方拿掉了之後不就變平均了嗎 所以就變平均 最後呢平均呢 我們在把它帶什麼 平均就是我們的通過率啊 所以就是p 平均就是我們通過率啊 所以p的平方 所以p減掉p的平方 p再提出來 所以就p乘上1-p 就等於p乘以q q就是我們的答錯率 所以p乘以q就代表 這道試體的變異數 所以在二元計分裡面 它的變異 試體的變異數 是很好算的 就是p乘以q 它越大代表試體散得越開 越小代表試體的分數是越集中的 所以呢 你靠算它的標準差就是什麼 就是開根號 對不對 好開根號 那就變成pq 開根號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這個pq 開根號是什麼 就是試體分散的程度 對不對 這道試體的分散的程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道試體 好第一道試體p是0 q是0 所以0乘以0開根號 當然是0 它試體的分散程度是0 好再來第二道試體 p是多少 0.5通過率0.5 那1-p也是0.5 所以0.5乘0.5開根號 0.5 沒有什麼問題 第三道試體通過率0.7 所以錯誤率0.3 對不對 那7乘以0.21 0.21開根號 0.45 這也是一樣 0.7 0.3 0.458 這是1跟0 所以通過率是1 失敗率是0 對不對 那所以 1乘以0 是0 開根號是0 OK 所以 根號pq就是試體的分散程度 所以從這裡我們看得出來 這一道試體是散的最開的 這兩道試體分散的程度是一樣的 好 但是分散程度還是不夠 我們還要再看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這兩道試體的分散程度是一樣的 可是很明顯 這道試體應該是比較 好的試體 這道試體比較不好 有沒有 因為 3跟2 可能都會打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怎麼把這兩道試體的區分出來呢 我們要再搭配什麼 搭配總分 我們之前講過的 我們用總分來看 所以我們可以看什麼 看第二道試體通過的學生 他總分的平均 再看他沒有通過的學生總分的平均 這兩個平均是不是差越大 如果差越大代表什麼 代表答對的人他的能力都比較高 答錯的人他的能力都比較低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用他來當作我們的 漸別度 用他的差 如果呢 答對的人能力都很高 答錯的能力都很低 那之間的差就變大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拿 答對人的平均 去減掉 答錯人的平均 然後我們來看他之間的差 這個差越大 代表這一體試體的 鑑別度越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答對的有 這個答對的都是 4加4加4加3加3 對不對 所以4加4加4加3加3 除以5個人 所以3.6 答錯的是 3加3加2加2加1 所以3加3加2加2加1 除以5是2.2 所以他兩個之間的差是1.4 喔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第3道試題喔 還沒有我們直接把他算完 所以呢我們的點2系列相關就是什麼 就是這一個值 相差的值 該算出來是多少 3.6減掉2.2 對不對 除以什麼 除以這個的 Variance 這個 這個的標準差 標準差是0.943 再乘上他這一個試題的分散程度 0.5 所以是0.72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道試題 另外一道試題呢 他是卡在這裡的 答對的呢 是4加4加4加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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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多少 這個很容易錯喔 記得是答對 學生的平均 所以有3個4 4個3 所以總共有7個人 所以是除以7喔 這很容易錯 那答錯的呢 是什麼 答錯的平均是2加2加1 除以3 這樣而已喔 好 所以呢 我們答對的 總成績的平均是3.43 答錯的是1.67 3.43 比答對的能力都比較高啊 而且還有3分的喔 答錯的能力沒有3分的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們之間的差差到1.76 可是上一道試題呢 他們之間的差只有1.4 有沒有 所以這個之間的差是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考慮到他的Valience 這個的Valience是0.45 這個Valience是0.5 他大一點 好 那這個呢 答對的平均 所以答對的是哪些人 答對是我現在圈起來這些喔 所以要注意一下 這很容易錯喔 所以答對的是多少 4加4加4 有高分的 也有中分的 也有低分的 所以他的平均就會被低分的拉下來對不對 所以除以7 那答錯的呢 答錯的有多少 有高分 有中分的 也有低分的 對不對 所以他會被什麼中分的人拉上去 所以呢 一個 答對的 這個被拉下來 這個被拉上去 所以兩個之間的差就變少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 這個被拉下來喔 3.14 這個被拉上去了 所以2.33 所以之間的差變小了 0.81 再比較一下喔 這是1.76 再比較一下喔 這個是1.4有沒有 這個有牽涉到一點中分組會答對答錯的問題 所以他見別度沒那麼高一點 好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高分組能力都答對了對不對 答對的能力以為比較一致 所以是1.76 有沒有高一點 好這個呢 很亂對不對 低分的也有答對 高分的也有答錯 所以他只有0.81 有沒有 不用這個指標看出來 好所以我們就把他的 RPP算出來了 我就發現這三題就可以區分出來了喔 鑑別度最高的是這一題 第三題 有沒有 他在某一個分數以上都會答對 在某一個分數以下都會答錯 然後第2高的是這一題 中間有一半對一半會錯的 那比較亂的是這一題 有沒有比較爛的 因為這一題有低分組答對 有高分組答對 有高分組會答對 低分組會答錯 或者高分 這邊呢 在 這一題有高分組的學生可能會答錯 也有低分組的學生可能會答對 所以他鑑別度比較差 好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比較 好謝謝 所以我們在這裡介紹兩個鑑別度 一個是用什麼 高分組的通過率 減掉低分組的通過率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點2系列相關